没人敢追金牛座 他们安静的像个木头 又倔的不行 可一旦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却又能够当着很多人的面 一脸沉溺的配合对方 你很难想象 这个安静温吞的人 居然还能这么的贱 他们身上的反叉蒙 导致了他们呈现出两种天性 绝对的理智和对自己的仲裁 他们的天性会让他们觉得 一段关系对于自己 成为负担拖累的时候 就单断这段 并且不需要像别的星座一样找理由 因为金牛只重于自己 而且很少会迷失放强 所以凡间对于他们的评价 就是两极分枉 觉得他们好的认为 是上帝赐予的天使 觉得不好的认为 是抠门好色之徒 但如果你真正走进 他们的内心世界 就会惊讶于他们 对于理性的吸引和透彤 你觉得他们却是因为 他们讨厌把自己的想法 跟任何人重复很多遍 你不接受 他们也懒得再说 你觉得他们抠那是 因为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在他们的心目中 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段位 如果你身处高位 他们会绝对地表现出 义不容辞 不计得失的出钱出力 那个时候你很难想象 这个在别人嘴里抠得要死的人 竟然会为你全盘考虑 稳重靠谱 而且有时候你已经很感激了 他们还是会因为自己的一个小披露而自责 当然我说的这一切都建立在 他喜欢你的基础上 但对于这样一个相对慢热的心中 想打动他们的范性 你需要给他们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了解你 而一旦确定的对你的喜欢 他们就会像喜欢一家饭店 就一日三餐的泡在那里 喜欢一瓶酒 就在喝完之前不再看酒柜一样 喜欢你也就不想再换人了 但为什么说没人敢追金流主人 因为他们爱你爱的深 删你也删得很 他们对待感情的态度 就跟他们面对赌场式的心态一样 要么不进入 要么一定要做砖 而作为赌徒的你 买定你手之后 能不能洒脱的面对 结果就很难说了 谢谢大家